那接下来看看国际 希望台湾的这个台风的讯息 能够让大家安全 大家都平安 这是大家期待的 但国际上影响台湾的因素 当然还有美国的选情 美国的选情被说毁力标吗 从现在贺锦丽大概无悬念的 要出马帮而代表民主党 来出征占川普以后 本来川普笑他 他给他取个绰号 就是他很会笑嘛 就想不到意外是TTAG疯传 他的这种笑声 反而好像是一种苦手板 引起了很多年轻时代的共鸣 来看看这段画面 可以看到贺锦丽随时都在笑 而且都在大笑 这种大笑 共和党打他觉得他笑 很难看 然后取笑他 就搞了半天 发现这个新年轻时代 好像满买单的 现在到底整个民主党的气势 如何从金主的捐款 就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Netflix创办人 也捐700万美元去挺贺锦丽 还有科技媒体的 Information这个杂志 说是Hastin历来对单一候选人 提供最高额的政治现金 那贺锦丽外交会有什么样的方向跟转变 尤其影响到台湾的 路透社的报导 义普索22跟23号进行的民调显示 贺锦丽支持度已经上升到了44个百分比 包括CNN也是 川普是42他赢了三个百分比 跟CNN比较起来是两个百分比的差距 看来现在所谓的55波本来已经觉得无望的选情 有机会让赫锦丽真的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吗 而美国的著名刊物Politico 7月21号刊出了一则卡密拉赫锦丽的外交政策 或是什么样子的报道 特别细数了从过去到现在 在政策发言上他是怎么看外交的 例如他反对普京 他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有界限 不是全然百分之百的支持的 还有在亚洲他认为川普对中的贸易战 输掉了美国利益 所以对中应该是去风险不是脱钩 台湾最关心的是什么 他回答的是 他说过我们将继续支持台湾自卫 符合我们长期的政策 但重点就是接下来跟台湾的关系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跟川普当选 必然的会有所不同 尾翰 借力使力 我那天我就觉得有点好奇 就是当贺锦丽被拜登所支持 也被培洛奇的支持之后 你看到川普跟他的副手 Vance他们对贺锦丽的攻击是什么 川普就说他的笑声 是魔性笑声 你去听听看他怎么笑 我说这个有什么好攻击 那另外Vance就讲说 他是比拜登还要烂一百万倍的 说法都太夸张了 那现在目前为止 刚前头讲这些 当然在讨论是欧巴马 为什么还没有公开支持他 对就是说 他可能认为贺锦丽赢不了 可是有时候你选举很难讲 那站在我们台湾立场来讲 不管谁当选 我们都要合作 所以就不压保 不要想说谁一定会赢 都有机会 只是贺锦丽 他在这个当副手期间 我们也必须用客观的报道跟视来看 大家对他的评价 或者是预测 并没有认为说他很有能力 或者是说他很受喜欢 但是就在拜登确实退出 拜登已经回到白宫去 他确诊 他已经发表了正式退选的谈话 就已经确定放飞以后 贺锦丽整个人好像 形象变得比较不一样 更开朗 更有自信 所以这些支持民主党的人 钱就进来了 那虽然这个欧巴马 还没有支持他 那现在看起来 客观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预测 10月5号的结果 可是他跟川普的几个民调 看起来 不但是非常接近 还有几个民调 他已经赢了川普 领先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就很难讲 那民主党的这些支持们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还没有结束 虽然那个所谓的上帝之手 与神同行 枪没有打死川普 本来以为都已经结束了 但因为离选举 还有一段时间 还有一百多天 所以还是有可能 很大的变化 还有的拼 所以这个过去曾经 民主党觉得 哎呀 川普正在当选中 民主党忘了吗 现在是不是贺锦丽出马之后 还有当然副手搭档人选出来之后 会不会有方向的转变 有可能逆转 甚至不知道 但其实抗中这件事情是 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被关注的议题之一 而台湾呢 当然抗中抗到底咯 那像钟明轩 本来过去是青绿的网红 听蔡小英 蔡英文的呀 结果钟明轩突然 这第二次去中国大陆之后 发了文 那甚至他说 他从而到尾都没有说 一句中国的好话 对他来讲就是实话 他去了中国大陆讲了什么 就是看他所看到的样子啊 就一再的被围剿 会批评攻击啦 所以让他非常的伤心啊 最后呢 还甚至有点哽咽 替铃的感觉 觉得很委屈 那台剧有一个 临日攻击的影片 花了大概2点多亿 2.3亿元的史诗集影片 潮新城拍的 台湾上这是首次投资台剧 画面上可以看到这种颜色 风格 还有找来都是 非常强大的阵容来拍片的 那这个影片呢 满满的代入感 当然是抗中 这个剧情也就是说 如果中共占领了台湾之后 可能会产生的状况 满满的代入感 这个是2022年12月 进入筹备阶段的 不过呢 这个公司 黑潮计划所支持的公司 却是在2023年5月 刚刚成立 马上2023年 就得到了经费补助的 黑熊学院 沈柏阳 这些当然很重要 有他们在 预算就可以拿好拿满 而曹新城的看法是说 面对台海危机 重要的是 人民的认知与准备 所以影片 就是这个认知 让大家有感受 而亮哥则形容 民进党会搞文化台独 他认为 普的曲 就是日本军歌的曲 他听起来秤底音乐 就像日本军歌 网友认为 解放军有办法 这么轻松 站在台湾本岛 本身就很不写实 等等 文化部去年的113年 预算编列近300亿 增加的这个预算里头 有一大部分 是史则说的 他说用来作为文化黑潮 另一个护卫台湾的暖流 所以增加的 包括64.4亿元 就是用来做文化的宣传 或者是曹新城讲的 我们内部也要做认知作战 所以王定宇讲的很严重 王定宇你看我们听听他怎么讲 他说看完了前岛影片 很沉重 因为目前影片还没有完整的露出 现在只有前岛宣传片 出现在各种的平台 他说他觉得很沉重 很沉重 很沉重 要赶快补强漏洞 才是回应的唯一态度 甚至支持海独 支持中华民国 亲中共的走狗 等等 不管什么人都一样 在中共的眼里 就是岛上的人 享受过自由民主 对中共就是威胁 就要被消灭 好严重 永明姐 我先讲美国总统大选 大家不要认为 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 显然没有 所以这个可能是 我们大家需要有的认知 特别是 我要呼吁执政的民进党 不要再压错宝了 因为民进党里面一堆穿粉 上一次2020年 还有民进党的很多人 包含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 直接在脸书上说 我们支持川普当选 说拜登的当选是不合法的 你莫名其妙美国政府 已经新的政府要上任了 你这样子去得罪当道好吗 我真的拜托民进党 这次不要再一面倒的压川普了 你不管里面有多少穿粉 这第一点 第二点钟明轩 我觉得钟明轩的悲哀 就说明了 台湾现在的网路环境 已经霸凌到没有说实话的空间了 他去中国大陆 他眼睛看到了 他拍到的影片 他实话实说 他也不必很称赞 也不必说好棒棒 可是拍到的就是地上很干净 拍到的就是空气没有什么污染 拍到的就是他的高铁 又提速又变得更快 那这样有什么错 我觉得大家不能够 你抗中也要有个限度 你不可以逼大家不要说实话 因为你逼大家都变成说谎者的时候 你自己真的非常丢脸 第三点讲到文化部的黑潮计划 我觉得好恐怖 我自己也是做文化出身的 你为什么要叫做黑潮 black wave 什么意思 暗黑势力是不是 魔鬼就在旁边 那个暗黑势力 大家有没有想到那种漫画 好像那个黑色的力量 就来激入你 对 你搞什么呢 台湾的文化 你如果要有所骄傲 开大门 走大陆 阳光进来 你搞什么黑潮 重光黑潮这个名称我就不爽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必须说这个影片 我觉得曹新成 跟他们黑熊学院的人 还有文化部来补助 这些人头壳坏掉了 他们不知道台湾的民心吗 我觉得你们 对台湾人的内心的了解 还不如一个美国人 你知道包道格 之前做过AIT处长的 包道格他讲什么话 他讲说我们要了解 台湾的人民 不是会为了极端主义 牺牲奉献的人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台湾的人 并不想要为你台独而死 对不对 今天你去搞一个这种影片 你恐吓了大家 大家笑说原来战争真的这么恐怖 然后这么近 然后我们真的这么轻松的 被解放军就占领了 那你认为对台湾的民心 是会增强你的抵抗意识说 来我们通通要抵抗 我们通通要怎么样 还是让很多的年轻人觉得说 算了我就弃甲投降就好了 我就兵役我也不要服了 我志愿欲也赶快退伍了 我就赶快跑走好了 你认为会怎样呢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 真的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党 第一个你在国际政治外交上 你都没有一点 很圆滑的手腕 知道说要跟所有的人 都要维持一个多边的 好的关系交往 甚至跟对岸的中国大陆 也不能够停止交流 因为这个是你保卫台湾的 唯一的路 第二个你民进党 你有本事逼大家逼到 打仗的这个前沿 对不对 那就很简单 就现在大家来公投 就现在大家来投票 你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你台 那个民进党的台独主张而战 那你要战的那些人 请他通通去该服兵役的服兵役 男女都可以 支持台独派的人 几岁年纪以下 你全部去服兵役 全部去练习武器 全部去搞对抗 然后不要的人 有权主张说 我们有一个安全防护的部分 我们拒绝打仗拒绝战争 你可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是认为说 今天文化部也好 或者是民进党 不要把所有国家的资源 都动员到 你只是一小撮的人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你这样子 无视于台湾的广大民意 实在太悲哀了 接下来看看选情 因为全代会民进党当中的 各种的插枪走火的意外插曲 影响会有多大 大家讨论台南选情 是不是真的 谢龙介机会来了呢 在很多分析的媒体的报道里面 认为民进党系统被他渗透光 这是开玩笑的反话 当然因为如果林俊宪跟陈廷飞初选 有没有办法办得成这件事情 谢龙介是不是对林俊宪的胜算比较高呢 那龙介比较有机会争取到陈廷飞的支持者 这是亮哥的分析 但是陈廷飞是喊 他虽然意外拿下了中传委一席 被认为是对赖清德有不一样的派系的认知吗 他赶快说看我脸睛就知道 我是赖系的 所以这是真心话吗 谢龙介叫他去赖清德旁边拍照 看看什么表情就知道 捏怕死放怕非 就是赖清德基本上是 没有办法忍不忍任何的意己 或不一样的声音的 含冰 冰哥 他说非常会记仇 孤鸟一统天下 那陈廷飞现在是不是处境很艰难 拆盘手潘梦安 林又昌 在全代会的这种操盘结果 是不是会被清算呢 龙介先生认为 恐怕光赖清德觉得 怎么hold不住 在照理来说 这个新潮流是最会算票 怎么会有意外发生 台南戒线停 台南戒线停 有那个戒线 然后要停下来 什么林俊仙 然后谢龙介 还有陈廷飞 刚好他们三个名字凑起来 戒线停 大家杀到2026了 那观众朋友 关键的一句话叫做四年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议题最关键的 那当然我不能替这个谢龙介 宣布 可是私下谈过 他也跟很多人讲过 他的2026 2026的台南市长选举 目标还是四年 所以当他说 他只要选四年的时候 不管是陈廷飞还是林俊仙 他们各有支持者 林俊仙有赖清德这边支持 那陈廷飞也有政国会 原政国会 他证明他的实力 那他有一员 对对对 那这些如果我们假设 我们这样观众朋友都能了解 假设林俊仙在未来两年期间 你不要以为他现在民调输 两年后就会输 说不定以后两年后赢了 那林俊仙如果被提名 陈廷飞就会讲说 我们民进党是 他初选赢的 我要支持他的 可是支持有 拼的支持跟嘴巴支持两种 那这时候谢龙介的直选四年 陈廷飞本人当然我们不会讲说 他不帮 可是他支持者就讲说 我们政党打拼到 要等八年 要等四年 整个等四年 所以是不是也就能接受 投给谢龙介 是最大的 而且廷飞还蛮年轻的 他等得起 他现在刚满50岁而已 所以我现在不是在见缝插针 我讲说政治人没刚才在这里 所以谢龙介到时候 是不是真的会宣布 看来会 直选四年 直当四年 这就会造成关键 如果没有这个 基本上你也很难拉到 林俊仙或陈廷飞 谁出现以后另外一个人的票 但如果他讲直当四年的话 就有可能 那目前看起来 因为为什么亮哥 因为这是昨天我跟他聊的时候 他讲的 亮哥为什么会认为说是 林俊仙选的话 谢龙介的当选机率又更高一点 就是刚刚这个基础 就是如果林俊仙被提供以后 内部的不同的票 还不是陈廷飞 不然他陈廷飞出来解释说 我现在是在信 是陈廷飞的支持者 会不会就没有那么支持林俊仙 反而甚至可以考虑投给谢龙介 这是台南的状况 当然还有一个变数 不是说柯文哲主席也说 如果有需要的话 自战略的高点 是他要去占台南或高雄 那又是另外一个局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还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拜托 拜托 拜拜